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4号 刚刚新华社发了一个报道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明必彻职 新任的中联办主任是罗惠宁 王志明为什么必彻职? 罗惠宁又是何许人物呢? 实际上在这个事件当中反映出三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中共他一定要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 找出一个提罪羊 那排来排去呢,最后就排了王志明 王志明呢,他处理香港事务不利 他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一个代言人 但是呢,他变成一个极左派的代表 在反送中运动快要爆发的去年的4月份 他说出了一句话,说是中环西环一起治港 中环呢,指的是港府,西环指的是中联办 这句话就惹下了很大的麻烦 就像一个石头,扔进一个池塘里,系起了层层波浪一样 这句话呢,很多人理解为西环治港 就是中联办要治港 在一国两制当中更加强调了一国的作用 所以是呢,让香港人非常的气愤 他的这句话,他的极左的思路 他的要把一国两制 基本上要变成一国一制的这种思路呢 导致香港孙中运动分歧永远 而且反送中运动呢,我们知道 现在变成去年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事件 那这个抗议的人父一开始的一百万,两百万 到前几天的元旦游行呢,还是一百万人 所以说,这个国际大事件呢 造成这么大的声势,必须要找一个责任人 已经进行了大半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 让中共政府在全世界前面丢尽了脸面 美国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等于打了习近平几个耳光 而且呢,习近平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主动的撤回了修例 他的这一撤回呢,就说明他刚开始发起 送中条例是错的 那他自己打自己的矮光啊 而且我们知道,去年年底的时候 区一会选举,民主派大赢 建制派大输,输得非常的可怜 等于又给习近平打了几个矮光 那习近平是非常的生气啊 他必须要找一个责任人 就是罪或者罪者是谁的 就是习近平的 但是他自己肯定不承担呢 他肯定要找一个提罪羊 找来找去,就找王志明 本身王志明名声就很臭 他的这个虚幻治港弄 而且反送中运动中 把这个中联办的国会啊 也给误损了 那他这个脸面何在呢 所以呢,他做提罪羊是最适合的 这个事情第二个方面 我们看出了习派在治港当中已经失事了 我们知道王志明呢 就是习近平的很好的一个以前的同事 也是他在香港方面最大的一个亲信 王志明呢 在1998年的时候做厦门市市长助理 那个时候呢 习近平是福建省委 常委也是副省长 也是主管行政这一块 所以他们呢 有很多的交集 都是福建邦 所以后来呢 习近平独于一宗之后呢 就把他作为 这个 刚开始是澳门中联办主任 后来把他作为香港中联办的主任 是正部级的干部 等于给他提拔 给他优惠 但是呢 王志明这个人呢 根本没有什么才能 在一国和两制之间呢 他搞不清这个状况 搞不了这种平衡 所以导致香港人民冤沸腾呢 发起这么大的反送中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呢 实际上王志明和习近平呢 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紧密的联系呢 导致了习近平 他的决策一塞的失误 其实呢 王志明如果客观的 把香港的形势 报告给习近平的话 那习近平的决策 并不一定 是去年那个样子 说不定一开始呢 就主动的撤回修理 然后呢 也不会搞这个 警察治港 公安部治港 这一套东西 但是呢 王志明这种人呢 肯定是为了讨好习近平 把香港的局势 可能进行夸张 渲染 最后导致习近平的错误决策 这个错误决策呢 当然也不能只怪 王志明一个人 而是他习近平 也有很大的责任 总而言之 是他们习派的责任 所以呢 习派在治港方面 已经犯下了大错 国际社会的谴责 港人跟中央政府的 离心离德 这些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所以呢 除了习派之外 像李克强其他的派别 正在检讨香港的一些 治港政策 那么呢 对习派他要全面的清除出去 然后换一套思路 来治理香港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这个事件呢 也反映了中央 要派一些更加稳重的 非习派的人 来主持香港的事务 这个人呢 就是罗慧宁 罗慧宁呢 他是浙江人 但是呢 他做过青海省委书记 我们老家的省委书记 还做过陕西省委书记 他做过地方的大员呢 做过地方大员的话 跟其他地方的官员 就是不一样 因为你在整个一个省呢 你自己都当一面 那你有充分的政治的经验 所以呢 他是第一个 有了地方省委书记经历 然后派到香港 做中联班主任的人 而且他的年龄已经大了 六十多岁 说明他非常的成熟成稳 所以中央呢 现在希望他去呢 就要找一个非常成熟成稳的人 而且呢 跟习派没有交集的人 我们看到他做青海省委书记 陕西省委书记呢 跟这个福建邦 浙江邦啊 基本上没有交集 所以他是个非习派的人 所以呢 从王志明比撤职 罗惠宁忍性职啊 我们看到习派呢 完全在治港事务上已经失事 中共呢 打算换一套新的人马 来治理香港的事务 但愿呢 罗惠宁呢 去了之后 能反映香港的正式的民心 中央能够采取怀柔的政策 在一国两制当中 更加强调的是两制 而不是一国 让港人治港啊 能够真正的落实 开去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武汉的SARS的情况 现在越来越严重 我们知道前几天呢 他是27例 有7个严重的患者 那么昨天呢 他已经增到了44例 有11个严重的患者 虽然这个比例呢 仍然保持在4比1 但是这个严重的患者 他的人数在上升 已经确证的 他也在不断的上升 而且呢 还有一百多名呢 正在追查当中 现在武汉方面呢 他确证这个病呢 就来自于武汉海鲜市场 虽然名字叫海鲜市场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野胃 野生动物 已经确认这个病毒啊 就是来自于野生动物 那这一点 跟2003年的SARS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我在做这个SARS的 有关节目的时候 第一次就提出 武汉发生的这个肺炎呢 实际上跟2003年 有四大相似之处 时间 就是这个冬天 冲结期间 再一个是症状 呼吸困难发热 地点 也是在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些地方 还有呢 就是这个发病的 这个突然的一个地方一下 就有十几个几十个 甚至一两百个案例 就突然给暴增起来 这一些现象呢 实际上就说明了 这个基本上肯定就是SARS 但是目前为止 武汉方面到现在都还没确证 这个不明肺炎是什么 把它还是叫不明肺炎 实际上香港很多地方 专家学者都认为 根据这个发病率 根据这个时间 根据各方面的一些考证呢 它基本上可以肯定 就是SARS的冠状病毒 而且呢 很多人认为就是 能够检测病毒的话 大概一周之内就能 得出一个结论 但是中共呢 为什么迟迟不把结果拿出来呢 而且呢 正在怀疑SARS病毒的这些人 都给抓起来 前几天就抓了八个 现在可能不断地在抓人 说传播谣言 因为你自己都下不了一个结论 或者你有了结论 但是你封闭起来 这就非常的可怕 那么国际社会 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 尤其是跟中国爱的比较近的 像这个台湾它的卫生署啊 那基本上一级战备了 你从武汉来的 要进行严格的检疫 香港呢 已经出现一个 从武汉来的香港的居民 他患了肺炎 现在在香港的同盟医院 完全被隔离 现在检测纪果呢 也是众说奋勇啊 有些人说是 已经是确诊是SARS冠状病毒 有些人说还是不明 那香港呢 现在对武汉的人呢 也是每次来一个武汉的旅客 都是如令大敌 有些去过武汉的 主顿到医院去检查 新加坡啊 其他地方 只要从武汉来的 武汉的班机来当地的 都要进行检测 所以武汉呢 现在变成一个 像艾滋病一样的一个名词 这就跟2003年的北京特别相似 北京来的 那大家都给他远离三尺啊 听说有一个女的到外地去 比这个强盗呢 抢了钱 而且准备要强暴的时候 这个女的大喊一声 我是北京来的 结果那些强盗们 一个一个落荒而逃啊 所以说 我是北京来的 变成一个保护自己的武器了 可见当时的北京人呢 是多么的招人业 那现在的武汉呢 也是 落成了2003年的 北京这样的一个下场 这一切呢 实际上是中共的 不透明的医疗制度 给造成的 它有什么结果 它应该尽快的宣布 是SARS 就SARS呢 是属于属于 你公布出来 人们就有心理的防病 然后各方面的防御作用就可以采取了 你现在还在隐瞒之中呢 这个呢 就造成很多的不明恐慌 而且这种不明恐慌呢 会不断的延续到全国 这样的话 对中共的政权呢 确实会起到一个很大的摧毁的一个作用 好 今天这两个事情就评价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谢谢大家 再见